我们学过一般在平面上的直线 我们可以获得这条直线上一般有三个资讯 第一个就是它的邪律 第二个就是它的折点 第三个就是在满足这条方程 这条线上的任何一点和其他点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 它们每一样东西的数量 一条线就只有一个斜 而一条线有两个折点分别 就是刚刚交叉了这两点 而且会有无限多个满足这条线的点 就是任何你交叉的一个点 都是满足的 所以呢 我再之前重新说 只需要在这里一个 两个或者无限个资讯里面 我们只需要拿取其中两个 那我们就可以写到一条满足 题目要求的方程式出来 也就是可以说这条直线的名字 所以我们就拿着这几样东西 任意玩 例如如果我们有这个 slope和intercept 那我们就有slope intercept form 就叫斜折式 那如果用slope和pawn 那就有pawn slope form 就点斜式了 那么slope和slope自己呢 就不能交叉的 因为slope它本身只有一个 一条线只有一个斜律而已 所以它没有slope slope form 这件事不存在 那呢 然后先讲你的point point和slope交叉就已经讲过了 那如果point和intercept呢 呢 呢 那 intercept它其实是两个特殊的点 例如这个 那它呢 那个 座标 x 是一定是0的 那y呢 就不知是什么 y就是y intercept的那个 那这个呢 y呢 一定是0的 那x就是它的x intercept 那它只不过是 就是 普通的 就是跟普通的点没有分别 只不过今次是 暗死了的coordinate 暗死了的coordinate 那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point intercept form呢 其实也就是 two points form 那 就是 recursive 那 就是它自己和自己搞 那呢 讲完了 那 然后到intercept呢 intercept和slope 就有intercept slope form 那 如果你拿两个 intercept intercept form呢 那它其实 这两个都是点来的嘛 那就是 two points form 那就是用回旁边这个 那 就已经做完基本上 就是intercept 那就是 intercept和slope inter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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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intercept 全部都是可以用 two points form 那 就是 就是这样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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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总结 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么多种形式呢 那 那 那 我们就学过这个 斜折式 那 那 它那条式呢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 等于 m x 加 c 当中 m 就是它的slope 而intercept 就是它的c OK 然后呢 我们有点斜式 就是 y -y 1 等于 m x-x 1 那 这一点呢 那 这一点呢 的corrtent就是这两个了 那 然后slope呢 就是 当然又是am 那 那这个就是点斜式 那 至于两点式呢 就有 y -y 1 over x-x1 等于 y1-y2 over x1-x2 等于y-y2 over x2-x2 一般如果我们做题目呢 我们只需要例如绿色这个框的这个部分 又或者蓝色的框这个部分 只需要两个 你说可不可以左手边这个和右手边这个混合呢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这两个东西成完之后就会变成 y的平方有个y的平方这个term出现 其他一些呢 如果你放这些数字下去的话 这些其实是数字嘛 我们处理数字更好过处理一个微资数的 所以一般都是会用这两个form 如果你说用电脑计算的话 不是你人手计算的话 那当然哪个form makes都可以 那不需要我们自己亲自wary 这个y的二次方嘛 那两点式呢 那些点很简单啦 一看就知道 它们的点的形式就是在这些 y1 x1 y2 x2那里 那这个自己处理了 我把它写出来 那最后呢 讲到一个form 这个就是一般式了 那其实用来做什么呢 那它们可以告诉你 它们的形式呢 就是a x 加 b y 加 c 等于 0 那有什么用呢 那在现在这个地步呢 就比较难解释的 究竟有什么用呢 那可以告诉你呢 那我们每次见到这个一般式呢 那 它就可以告诉我们 哦 原来这一条呢 就是一条 直线的方程来的 那你画出来 它是一条直线来的 不是一条曲线 例如 抛物线啊 或者其他类型的线 那你见到这个样子呢 那它就告诉你 哦 这个是直线来的 那这个就是一般式呢 一般这样用的 那 如果只是凭空这样说 比较难说的 那有时候可能 一些曲线的那些一般式呢 我们再拍一起讲呢 那就应该会一无了然的 那这个就是 有样东西叫做一般式 那有时候可能 有时候某些题目呢 它又会 想叫你 会写回一般式的形式出来的 那 那你知道一般式就是 某一个数乘以一个x 再加某一个数乘以y 然后再加某一个常数 那总之右手边呢 要等于0 那这个就是一般式的 那实际上呢 那实际上呢 就没什么用的 我们最比较有感觉的呢 就是这个斜折式的 那有很多时的情况 我们都会尽量将一些数 或者将一些 呃 条件啊 会化成斜折式的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会进行 多方便的处理的 那这个 那这个 那些会再继续补充这方面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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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会再继续补充这方面的资讯